人有三得, 最重要是食得、睡得和磨得 大便磨得不好, 很多人都会担心 怎才为之磨得好的大便呢? 而大便是否可以让你们知道 有没有大肠癌的警号呢?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外科专科医生邱锦铭 给我们介绍一下 多谢你 Hello, Hello, Peter 你好 多谢你 我想问一下, 什么为之健康的大便呢? 我相信大便在香港为例 小朋友、中年人、成长人都会因为大便而困扰 你说得很对, 吃得、磨得、睡得 人生就很开心 最重要是大便畅信 没有困扰、没有困难就很好 有些人长期说便秘 其实怎样才算便秘呢? 以往我们大便、困难、便秘 就是说多过三天就不能修理厕所便秘 但现在我们的真正定义有些改变了 简单来说, 如果主观地觉得大便有困难 已经可以叫便秘 即是说我们不再用日子去区分它 就算你每一天都有得去厕所 但你可能要摸很久 蹲很久 很辛苦地摸得到 都是便秘的一种 讲到大便呢? 其实有没有大便的情况 是令到我们知道有机会大腸癌的? 有的有的 不过我先提一句话 就是早期的大腸癌 是完全没有病征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用病征去判断有没有腸癌 但你问得很正确 有时候有些病征是会令到病人会很担心 而我们也要特别警觉 包括了常见的就是大便拖血 大便的次数改变了 大便觉得有很多黏性 很多散在表面 或者是大便的时候很困难 肚子很胀痛 这些有些早期或后期的腸癌病 那些特别小心 其实每一个人的大便的次数 的习惯是不同的 当然有些病人 有些人就是说 一日一次就很顺畅 但有些人可能天生是比较久才去厕所 可能两天三天都可以一次厕所 但如果他从来都没有改变 就没有问题 但如果有个人 他每日平时一日去一次 但过往两三个月去 他可能四天 一个礼拜才去到一次 而有困难 又有辛苦 这个就是大便改变的习惯 这样就要小心一点处理 其实什么叫Orsa 其实很简单 在大便的表面 有些黏性 好像一些分泌物就叫Orsa 好像说得俗一些 好像在乳上有些滑散的东西 为何会这样 其实很好的问题 一个正常的大腸 有一个黏膜 黏膜是保护腸壁 如果黏膜的分泌很多 那些分泌就会经着大便派出来 那些病人就会看到在便便上面 有些好像白色 透明状 一些滑散散的东西 叫Orsa 所以在大腸 某些情况之下 他就会拌很多分泌物 就是一定要小心的就是 某些的癌症 某些的蜥肉 其实就会有很多分泌物 这些就会令到大便有很多散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譬如腸的发炎 或者吃错东西 腸胃炎 都会有很多分泌物 其实正常的腸 都会有分泌物 但是就不应该太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临床判断就是说 如果察觉到大便有二样 他表面多了很多散 比以往不同了 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我今天非常多谢邮医生 和我们讲一下大便和大腸癌方面的知识 多谢邮医生 多谢你